巴桶这边做电炸 基本上集中在这片的几个楼里面 中国网红直集巴桶市 也就是格鲁吉亚或叫乔治亚 在柬埔寨KK园区事件闹上国际后 炸团只能大迁徙 来到欧洲霍花园另煮草屑 外表看就是一个普通的赌场 那里面中国人租了很多的这个房间 在里边就搞这个电炸 他们把这个人都关在里面 精密辉煌的饭店实际上却是炸团据点 里头住的不是游客 而是众多猪仔 炸团看准乔治亚跟台湾没邦交 还被列为对台湾不友善国家 跟中国还是战略伙伴关系 警方查气困难 炸团与一人二十美金买通关文书 带着干部猪仔来到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 一名红人会小弟小飞 也被带来当干部 但他发现层层分润后赚不了多少 而且他负责的饭店 就关了四百名猪仔 业绩没达标或逃走 就会被领略殴打 他最终受不了逃回台湾 也曝光了乔治亚 成为新一代电炸大本营 外交部今年六月 早已将这列为诈骗警戒区 警黎黑海的这间三星级饭店 就是红人会炸团据点 幕后主事者就是小宇 号称身家二十亿的他 过去曾扶植台日混血 泛蛙大福 警方早已锁定乔治亚积极调查 也发出市警消息 提醒国人小心 避免求职轮租载事件再起 曾经和蒙总在台北通报道